中国就是52个民族 一直倡导的是自治 是不是少是民族自治 达拉喇嘛呢 一直也是倡导的是自治区自治 也没说独立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词 是不是 共产党一直倡导的 他讲就是 他也倡导自治啊 人家达拉喇嘛 人家也没说独立啊 对不对 我就说的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达拉喇嘛 人家得了这个 若贝尔奖 就是民主国家 就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 人家都是公认的 给了他这么一个奖 是不是 然后呢 只不过就是共产党他不承认 他反对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反而是 我们老百姓一般的来讲 都是实事求是的 对吧 好的 谢谢北京的严先生 谢谢您 不好意思打断了 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听众 江苏的李先生 你好 江苏的李先生 请说 你好 你好 我那名达拉喇嘛 我那名达拉喇嘛 我那名不应该做 中国的经 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整天人在那里说 说希望西藏自治 我觉得西藏自治 我觉得 显得达拉喇嘛 这个人太暖了 无能了 我觉得西藏就是应该独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就像一个强盗 你说 本来我觉得西藏 自古以来也不是 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你说 他为什么要抢夺西藏呢 并且他对西藏人民 谈固的镇压 为什么 这个达拉喇嘛 我不知道怎么搞 整天跟中国共产党 就是说 会谈这些东西 我觉得 真的没有意思吧 我觉得 我觉得达拉喇嘛 应该强硬一点 好的 江苏的这位听众 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 下面是从美国打电话 进来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主持人家居您好 你好 是这样 刚才我听着 有的听众打电话 讲 谈到这个达拉喇嘛 关于这个民主 民主的问题 那就是 政角合一的问题 刚才嘉宾回应的话 就是说 现在西藏民旺政府 已经开始搞民主选举 这些就是说 已经可以 等于也向民主方向迈进吧 实际上他那意思呢 可能我听的就是说 达拉政府呢 已经不是 不是一种那种 政教合一 或者不是一种 独裁的政府了 这里我有个想法 共产党当年 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呢 也一直在喊着民主问题 毛泽东也有很多 关于民主的文章 但是共产党 统一中国以后呢 这个民主呢 就慢慢就没有了 那么我现在也致敬的就是 达拉没有掌权的时候 他现在为了迎合 民主国家的这个 支持吧 他可以养民主 也可以搞民主选举 好的 但是一旦他掌权以后 会怎么样 我们很难说 好的 谢谢 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 你们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稍后 我再接几位听众观众 我想请仁静塔西先生 综合的一并来答复 好吗 下面还有一位 打回来的内蒙古的郭先生是吗 郭先生请简短发言好吗 内蒙的 我说大赖 这个大赖走这个中间道路 也是在这个共产党的压力下 走这个中间道路 这大赖跟萨克七会见 这个问题 你中国政府 你不应该干涉人家 是吧 其他人民要求 大赖是其他人民的精神领袖 其他人民无比充满的 好的 谢谢内蒙的郭先生 还有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请讲 好 下一位是德国的易先生 易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最后一位听众了 主持人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西方的领袖 像美国总统布什 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们接见达兰喇嘛 达兰喇嘛呢 作为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他呢 在西方社会 西方世界 受到非常尊敬 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所以呢 作为那个中共的政权来说 他这个独裁政权 他没有资格来指手画脚 来教西方的领袖 民选的领袖们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总是在期待 什么习近平啊 李克强会好 其实中国人总是在期待 总是最后总是失望 对达兰喇嘛 和中共的谈判 我就讲 他实际上是 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对一个狼 去读圣经 狼呢 一定会说 赶紧结束吧 阳神都过去了 谢谢德国的易先生 我们还有一个山西的观众 山西的观众 请您发表 江西的观众 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喂 喂你好 请说 我觉得 现在 西藏比较流畏吧 我觉得现在 现在发展 因为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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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路线 还是以后再谈 嗯 就这样 好的 谢谢江西的王先生 那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 综合来回应一下 对 我很高兴 这么多的 华人从中国 还有美国和德国 对 就可以说世界各地了 对吧 对很高兴 这关心这个西藏问题 他们西藏问题 当然每个有 每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刚才他们听到了 就是 呃 拜华 七华嘛 拜家正名 对 对啊 我想就再说一下 就是 有关 好呀 就这个 王先生的 这个 美国 说一下 就是 西藏流氓政府的话 现在已经是一个民族的 呃 政府 但是如果西藏问题解决的话 达赖拉玛已经说了 西藏流氓政府也说了 呃 到时候在西藏 那个在 真正自治的 那个 民族的西藏 民族的这个政府 就不是这个西藏流氓政府了 不光他是民族还是不 他就要持续 那么灵命的领导 到时候在灵命 选举出来 嗯 就那样 再说呢 历史上 那西藏 现在 达赖拉玛现在就 主要就谈的就是 未来和现在了 嗯 所以 好的 还有好多的问题想请教您 不过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希望下次能够再邀请您 好的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讨论就为您 进行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 仁清塔西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美国之音中文部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 具体方式 另外呢 美国之音2009年的新年挂丽 也已经开始发送了 搜取挂丽 请用以下的地址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樊东宁 节目的最后 带您关注美国的财经消息 经济不景气 买东西的人也变少了 许多美国的零售店 都以假日大减价来作为促销 即便如此 专家们仍然预测 今年美国的圣诞节销售 将是数十年来最疲软的 而零售商们也纷纷绞进脑汁 希望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美国各地的购物中心 都竭尽全力 试图利用圣诞节和新年 提高销售额 对很多零售商来说 这意味着通过大降价促销 电器零售连锁店 百思买的经理 迪丽西奥说 我们这儿有很多广告特价 索尼的Blue Ray学家 数码相机 还有全球登位系统都减价 我在努力省钱 现在正是困难的时候 我们处于经济衰退之中 这名男顾客则说 我的计划是 不要花那么多钱 但是你一到了这里 看到这么多人 在这种气氛当中忍不住了就 在华盛顿近郊 维基尼亚的阿灵顿 很多购物广告 削价20%到70% 这位来自南非的旅游者说 我不知道圣诞节前 是否总是这样大减价 我先前认为大减价 或许要在一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就这么多了 除了削价促销之外 很多零售商 还以竞争对手的削价 来出售自己商品 一些零售商还延长了 商品的退换期限 尽管11月的感恩节销售强劲 今年对很多零售商来说 仍然是艰难的一年 标准普尔的经济专家 韦斯说 很多零售商将难以做到 不赔本 我们确实看到了黑色星期五 也就是感恩节之后的 那一天的销售数字 比预想的要好 但是从那个时候以来 情况又疲软了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发表的新报告预计 北美的商店销售额 将比去年至少降低1% 这将是这个协会 1969年开始进行 年度销售记录以来 最差的销售业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 今天的时事大谈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 将邀请专家 为您分析两岸关系的 最新发展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最后也提醒您 经常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上面有更多的 即时报道和印象资料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新年快乐 再会了